玻璃玻璃就看不到外面了 是啊 這個已經這麼開陽 如果看不到外面就好像浪費了一點 這個廁所這裡 到時這個地面這裡 都會跟人做一陣保護 什麼護形都是 基本上每個房間的飄槍都可以拆除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飄槍 那裡有一個飄槍 逢主人有一個飄槍 拆除它是多少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x 今次來這個 雨風明門工地 過來看看環境 臨著中秋 那些工人不在這裡 過來看看工地的保護做得如何 大家檢查一下 看看保護 大家看到這個保護址上面 這個設計 這個名字是不是有一些 因為我起了一個名字 叫港家設計 這個家就是家裡的家 意思 因為相似陰 最主要是過來做一下 過來大家看看看看工地 到時 這個工地完工完之後 我們都會拍一些視頻 給大家看看 我們到時的工地 裝飾成如何 看看有什麼地方 可以參考一下 進來看看保護 首先看看過渡的保護 基本上 做到這個位置 保護材 都是做進去 從這邊位置 就是從電梯一出來 這些位置 全部做進去 還有這個門框這邊 都會給它包好 而且我覺得 好像我現在的腳踩著地下 那些厚度有點不同 會厚一點 因為門口都放了一些板 對 放了一些板 因為到時門口會有 推垃圾的車 到時會混進去 小區的急鐘 清理地方 到時門口的位置 可能會重一點 因為到時的車 免得門口的塊磚爆了 就鋪多一點 在那裡 那基本上 現在看到 就保護到鐵盡它了 這個地方 那到時 這個門把手 這個門把手 到時叫工人補班 因為它 可能急著放假回去 因為是放假前 放假前 就是 今天十幾號 十七號 今天十七號 它十五號 這裡的保護是十五號 交給我的 有些可能急著回去 有些事情忘記做 到時它是補班 我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國內這邊 假期說 小區裡面是不可以施工的 是啊 不可以施工的 但是我剛剛 我看到 好像也有些公司 去試工 我 有點不守規矩 我覺得 假期 到時 就算 那些 噪音不大 也會影響到人 休息 難得放假 是啊 在過內 星期六日的周末 和假期是不可以施工的 國慶是放足七日的 十月一號至十月七號 都是不可以施工的 那就是國慶 基本上 你說十月 如果你是 嗯 對 基本上你是 就算這個月開工 你也要交到十日的工期 因為那七日不可以開工 對 全部都是拖後了 所以我們 看看安排 那些要等的 就是讓人等些工程 我們就會 在國慶前做好它 那幾天就讓它工程 對 反正 又開不到工 讓它乾 到時乾完之後 我們再做其他事情 那 基本上 這個業主 基本上 都是全部拆光 包括你現在 踩到地磚壓 和右手邊 這個 這個窗這邊 它到時會全部拆光 會 轉成三塊 有橫鋼的大玻璃 就是兩條樹鋼 因為 業主考慮到 如果吊裝上來 成本太高 它覺得這些區域 就不用用太重的成本 它可以入電梯為主 三塊玻璃在 到時可以 因為這個磨砂玻璃 就見仁見智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沒有沙玻璃 就看不到外面 是啊 這個景這麼開陽 如果看不到外面 就好像浪費了些了 還有 和大家說一下 其實 都想和大家說 其實不用擔心 遇封明 收不到樓 其實和大家說一下 這間樓 原本業主核同 都是說 10月底才可以收樓 但是其實上個月已經收了 到今天 到前幾 9月 10幾日 已經傾定了 所有裝修的東西 那 這幾天 就開工而先 開工而先 已經搞完了 還有保護都已經做好了 等完中秋節 一放完 我們就過來 開始打拆了 基本上 這些地方 要拆的地方 這些門套 到時我們都會 用房筆做一下標記 全部拆掉它 到時業主這裡 會做了一排鞋櫃過去 到時這個鞋櫃 會在這裡 和這個電視櫃 有一個連動 就是 因為這幅 是承用牆 那麼 業主 他就 因為這幅是承用牆 那麼 我們做個櫃包著它 就是減輕這個承用牆 在這個區位 這些 怎麼說 在這個 感覺 不覺得這裡是一幅牆 對 到時 我們會在這邊 做一個洗衣區 在這裡做洗衣區? 對 怎麼做? 怎麼出去? 到時 教育美術連繫我 這些是對文別區 來的 如果我們出來這裡 跟你們說說 哪裡可以連繫我 首先 是我們右上角的 這個QR Code 到時右上角 不是 視頻右上角 有QR Code 當然 這裡也有QR Code 對了 即是有我的Whatsapp QR Code Whatsapp WeChat 都有的 對了 大家 對於那個區位 怎麼去使用呢 再問我 我們再去解答 繼續來 看看工地 到時業主 你現在看到左側的這棟牆 都拆開了 好像照著11棟那樣 拆開了 作為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開放式廚房 還有到時 如果你看到那些保護膜 全部都黏好了 當然 有時候 因為雨風明霧 原本開放箱 那個也挺好的 它有一些 散氣孔 即是通氣的位置 給大家聽 不是黏不好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最主要是 這個是美紋子 黏力不要太強 黏力不要太強 因為後期不會漏膠 可能是這個紙的問題 今天其實都是有些風的 看到這些都是有些風的 那邊開了窗 那些風吹出來 還有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用的 這個是那些 機布膠 即是那些到時 你雖然現在摸一下 磁力都有點強 但是呢 到時時間久了 就算撕下來 都不會漏膠 這樣對你家的東西 就保護得比較好 到時那些工人在施工前 都會將這個區位 重新貼上去 因為它掉了 那我就不動它了 還有大家看看 這些工區 這些到時不讓工人 用的地方 全門都封閉了 還有這裡有個熱水爐 都常包了 都包到那邊 基本上你到時施工的層 是進不了的 那麼到時 上面可能一些 掉了下來 到時再叫工人 封閉它 對 因為那些工人都回鄉下過節了 現在得到俄堂 對 今天中秋 對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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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7號 9月17號 中秋 繼續在工作的第一線 在這邊要打壓廣告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耳填隊 看樓買樓 售後服務是全年無憂的 包括裝修 還有一點說 剛剛大家看到熱水 熱主也是轉了錢給我 叫他去買 包括安裝 還有到時確認那些東西 還有天然氣那些 他也是發過訊息給我 或者是 他說什麼事你幫我解決 他 我直接叫工人去裝 裝完之後 如果有什麼安裝費 我就發給而住 基本上 簡單地說 你只需要付錢 和說 OK 就可以了 其他事情就不用你煩 因為 如果這些事情 全部你自己去搞 例如說 又要跟他開門 有性 那你哪有這麼多時間 是不是 又在香港 又在香港 有什麼專程跟他開門 回來加一顆模棄 哇 大哥 香港的時間很寶貴 是不是 大家看到這些保護紙 都跟他做 空前的保護 都跟他做 已經做了保護 到時這個陽陽台 會通報出來 會做一個開放式的陽台 不好意思 風白色的陽台 抱歉 所以我們這裏 現在是沒有做保護的 對 因為基本上 外面都要拆掉 這裡不拆掉的話 我們都會作為保護 作為保護 作為保護 不過這個 到時叫工人再鐵一下 不過這裏 沒有什麼地方會動 最主要是防塵灰 我就叫工人再鐵盡一點 看看這個牆上怎麼鐵 為什麼可以處理一下 因為這個是美紋膠 美紋膠子 它的痴力沒那麼強 其實我們租在租進 到時 可能風吹 日曬 它就掉了 好 那繼續去看看 其他地方的保護 要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看到的 帝尊之水沒有了保護 是這個陸主要全部換光 是嗎 是 全部拆光 包括房間 就是基本上 你現在看到 沒有了保護的 基本上都是全部拆光 到時這些開關 我們都會拿美紋膠 包一包 因為始終你施工的時候 要很多電 看看哪些會用的 還有哪些不用的 都是和他處理好 還有這個林浴間 這個廁所 這個廁所 到時這個地面 都會和他做一陣子保護 這個地面 都會做一陣子保護 因為工人可能急著去擱置 保護 其實有些還未做齊 這個地方做了 然後給他拉一下 地板還要補回 等他中西方人 到時補回 還有這些地方 全部都是做盡它 因為始終二主覺得 即是遇封地磚這裡 如果你可以踩一下 有些煞煞聲 是不是 不是很緊 不是很緊 那二主說 算了 都是 反正都 如果客廳都弄好了 不如房間不多的東西 就弄好了 到時這些地方 都是保護和做盡它 如果你住進來之後 先說很重要 要改裝修的話 都很麻煩 是啊 所以 如果做 不如先做盡它 還有這個空調 都是貼多些保護紙 包括空調隔壁的 開關鍵 看到嗎 這裏 這裏 都是貼多美麥紙 是保護的 那 因為 到時師工 不會用到的東西 那幫他保護 做盡它 基本上 都保護 做得齊全 這一間 可能有個別 對地方 都沒做盡 到時會跟個人說 所以叫他補回 基本上 這一間沒有什麼動 這間 到時他就是 做一下衣櫃 做一下床 做一下床 那邊做一批 書桌 到時主要房 改動會比較大 到時 這個空調 會遇到那個 有戶花園的房 這裡會安裝一個 風工機 類似11棟 裝一個風工機 在這個位置 我身後這個位置 會做一批 高櫃 洗櫃 那邊會有梳妝鏡 一個設計 我覺得 那個雨風 明明11棟 原本間 那些動線 真的 那些佈置很好 而且 會顯得空間很大 那做完 跟11棟 玩回都差不多 好似 我覺得可能 都瞄準它 到時我們看看成果 是啊 看看成果 還有呢 主人房廁所 絕對工人不會用到的地方 封閉了 那基本上就 因為那個票退位 主要是要鋪造他的 所以我們是不敢做那個 肯定啦 雨風 雨風 大家知道 我問一下你問題 先出去這裡很容易 問一下你的問題 雨風明門 那些使用率去到多少 你問一下 百分之一百二十 對了 因為它基本上 大部分 每一間房 大部分 什麼戶型 都一樣 基本上每一間房 都可以拆掉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票窗 那裡有一個票窗 房主人房有一個票窗 拆掉了多少 是的 還有我們 跟大家說一下 入門口這間房 還有這個角度 都是送的 全送的 基本上 這個位置 才是這個單位的正式入門 原本是它的部件上 這裡才是一個門 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公共的區位 而 雨風明明 現在跟你做到 你家裡不去到那裡 你看一下 鎮上面有多少 整個坦州 現在生育率最高的兩個樓盤 一個是雨風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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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們都是同一個 可不可以穿 是的 一個大樓 一個弟弟 肯定是大家玩的 早睡的一樣 你認識狂風素裸耳 我也認識的 對不對 那 基本上 這一期視頻就回到 到時候 下一期 我們會把這個單位 完工之後的效果 給大家看看 好嗎 好 那就回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想補充 沒有 那是中秋 我們也和各位觀眾 快樂 好 祝大家中秋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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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